天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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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爷 你怎么来了 二爷 牢房饭菜不可口 想必二爷一定饿了 善儿特意为二爷准备了几样小菜 可口可口 不劳烦丁小姐了 你快离开吧 二爷 二爷无需介怀 善儿不会嫌弃你的 二爷 你 坊间传闻 说二爷和珠妇是为了善儿 争风吃醋才发生的口舌之争 最后错手才误杀了珠妇 二爷 善儿没想到 二爷就会为了珠妇做出 如此巨大的牺牲 天啊小姐怕是误会了 这些都是无中生有 这第一 我龙猛没有杀人 第二 我也没有跟珠妇发生争执 二爷不用担心 只要你娶我为妻 我爹爹自会为二爷洗脱罪名 丁二小姐 龙某要再次重申一遍 这些事情都是无中生有 丁二小姐你 龙某不会娶 也不会喜欢 所以 还请丁二小姐 摸抬跪手 放股龙某吧 不会的 二爷 善儿知道 你都是为了不连累山儿 才这样做的 龙二爷 又有人来探视你了 他怎么来了 沐儿 丁二小姐也在 我是来给二爷送吃的的 你怎么也来了 是我让他来的 那日在天下第一楼 我已经说得很明白了 我的意中人 那就是君沐儿 我们那 有婚约在身 干嘛 你 你们 你们怎么可能 我 你 你们欺人太甚 你这个人 你要拒绝丁小姐的美意 那是你自己的事情 你干嘛平白无故扯上我啊 你这人不知好歹 我 我告诉你 这多少人想嫁进我们龙家呢 你还不情愿呢 是你不可理喻好不好 多少女人想嫁进龙家 那是因为不知道二爷 是不讲理之人 你要是知道 才不会妄想进龙家的门 我龙二师最讲道理的人 怎么到你嘴里 就成了蛮不讲理呢 不顾他人感受 随意拿他人做借口 就是不讲理 我先前 拿你当剑子 拒绝丁岩山的时候 你也没这么大脾气 我 你若是觉得 我龙月瞒不讲理 那你为何要来狱中探望我呀 我 我是 看在龙家人的面子上 才来探望你的 你少自作多情 我就不信 你不图我龙家的钱财 说来说去 二爷的眼里还是只有钱 枉费闲钱 我对你还有一丝改观 原来都是错觉 我告诉你 龙家的钱财跟我没有半点关系 我不在乎 我 还有 你 我也不在乎 我就不信龙家的东西 你一点都不想要 有 免死金券 我就说吧 居姑娘啊 定是有所图的 不过呢 这免死金券 唯有龙家人能拥 除非 除非什么 除非呢 你嫁入我们龙家 好 一言为定 你 你真的想好了 这 这想嫁入我们龙家 可没那么容易 要经过 层层甄血 如果我能查出第一楼的甄凶 并且帮二爷洗刷冤屈 那可有资格呢 那 那我就跳过甄血 娶你入门 还有 这免死金券呢 愿陪你赢 请不吝点赞ヶ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